一星期一本书 每个阶段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不同阶段的故事虽然看起来相互独立 带着各自年龄段独有的色彩 却实在又是息息相关 无法割断 年轻时走错了路 很有可能一辈子都会在苦难的路途上艰难跋涉 而早年的一帆风顺 也难免会被后来的一朝不顺 彻底改写 因此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至关重要 而在这些阶段之间 都会有一个成前起后的年纪 这个年纪对于女人来讲 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19岁 19岁正当青春时 被无数人称为女孩的年纪 那一年的你 长大成人不久 刚刚经历完高考的洗礼 准备离开那个有过欢笑 也流过泪水的校园 离开那个从小到大 不曾远离的城市 等待着你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 新的生活 有你渴望已久的自由 有你梦寐以求的爱情 它是你年少时的梦想 是你飞扬的青春 是你多少年后 念念不忘的美好印记 学业和爱情 是此后几年的主旋律 不要因为 一下子没有了 父母和老师的约束 就彻底放纵自己 殊不知 大学才是一个人 求学生涯中 最关键的时刻 这时候的你 更需要努力 你的职业方向 很可能在这个时候 被确定下来 你的社交能力 社会阅历 会在这个时候 有极大的提高 你的三观 也会在这个时候 基本成型 这些年 是你变化最大的几年 你开始接受风吹雨打 再也不是原先 人们口中的 温室里的花朵 你开始出落得 越发亭亭欲立 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时候 一下子从丑小鸭 变成了白天鹅 你开始恋爱 开始经历起 生命中的美好 与苦涩 承受着人世间的 爱恋与背叛 十九岁 一切都刚刚开始 好好把握这个年纪吧 去努力 去奋斗 去爱 去勇敢追逐你的梦想 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 很难再听到别人 用女孩来称呼你了 大多数的女孩子 在这个时候 嫁为了人妇 有的甚至当上了妈妈 越来越多的人 习惯叫你女士 你也多少会觉得 这个称呼 更加稳重妥当 当然 你也可能 还是单身 你不想结婚 一方面是 还没有遇上合适的人 另一方面 是因为 依然没有做好 结婚的准备 但身边总是会有人 有意无意地提醒你 不想了 虽然很多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 自己好像毕业 也没有多少年 和那些刚刚走出校园的 女孩子 一样追剧 玩时尚 但你却实实在在地 开始担心起 越来越难恢复的 黑眼圈 担心起眼角 是不是真的 开始长出了皱纹 过年 越来越不敢回家 害怕七大姑 八大姨 排着对的问候 与乐此不疲地 介绍对象 越来越不敢 接父母的电话 三句里 永远有一句 是关于那个至今 不知躲在哪里的对象 事业也到了关键的时期 职业方向 基本也该定下来了 不能再有太大的变动 再要跳槽 或是转行 成本都会变得很大 年近三十 一个应该开始成熟的年纪 你要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婚姻也好 事业也好 都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35岁 35岁终于步入中年人的行列了 年轻的时候 总是自嘲是老阿姨 但等真的到了这个年纪 却反而没有了勇气 不愿意听到别人问自己年纪 眼角的皱纹 越来越明显 很怕被人看到 开始用厚厚的妆容 来掩饰岁月的痕迹 孩子差不多要上小学了 小点的也都能打酱油了 闹腾操心 但再闹腾也得管呢 毕竟是自己的小宝贝 何况 这个时候是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培养孩子抑制品质 与学习习惯的重要时期 怎么都不能松懈下来 婚姻也差不多 熬来了七年之痒 激情什么的早就没了 时不时的争吵倒是不少 共同话题越来越少 聊天变得越来越枯燥无味 有时候甚至不知道 丈夫在想什么 婚姻开始充满了疲劳与危机 三十五岁 婚姻的重要转折点 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 如何扮演好妻子与母亲的角色 是对女人的一次重大考验 五十岁 五十岁被人称为更年期的年纪 准备退休了 从此告别职场 结束每天两点一线的 上下班生活 开启全新的生活模式 在家鼓倒鼓倒厨艺 养养花 种种草 喝喝茶 看看书 又或是和邻里聊聊家常 离开了职场 走出了社会 生活节奏慢了下来 属于自己的时间 一下子多了很多 以前想做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都可以做起来了 为时不晚 都还来得及 孩子差不多都读大学 或者是准备找工作了吧 后面的路 就要靠他自己去走了 少为他操点心 儿孙自有儿孙福 将来想做什么工作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相伴终生 就让他自己做主吧 做父母的 讲点经验之谈 提点过来人的意见就好 不要什么事情都横加干涉 要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五十岁 说老不老 但也确实不算年轻了 各种初老的特征 都已经开始显现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早睡早起 合理饮食 锻炼身体 少操心 少生气 时刻保持心情舒畅 这样的你 才能远离疾病 延缓衰老 活了大半辈子 该看开的就看开吧 该放下的就放下吧 不要再为了一点小事 和人起争执 也不要没完没了的 为孩子操碎心 心情舒畅 身体健康最重要 不但自己少受苦 将来也不会拖累孩子 人生 不可能时时刻刻都顺心如意 总会有那么一两段艰难的时光 如果说 人的一生 难免要吃点苦头 那么就尽量 让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多吃点苦吧 19岁 不要因为贪图安逸 而荒废了学业 29岁 不要为了完成任务 而随意嫁人 更不要因为婚姻 轻易放弃自己的事业 35岁 多在孩子身上 花点心思 尤其是孩子的品行 习惯等方面 更要有正确的引导与督促 好的品行与习惯 能让孩子受益一生 50岁 可以开始享受了 开心健康最重要 不争 不想 不强求 快快乐乐 安度余生 一生中 这四个最重要的年纪 请你 一定要把握好 好了 今晚的分享 就是这样 此刻 你 处于哪个年龄阶段呢 希望这篇文章 能够为你带来一些 人生的思考 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点赞转发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喜欢文签的声音 想要每天晚上睡前 都听到文签为你读书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今晚九点半FM 大写的FM 我在小龙虾之乡 湖北前江 祝你晚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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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定义我是我 在他们眼里那个我 在他们眼里那个我 想象中的那个我 想象中的那个我 仿佛这些都是真的我 仿佛这些都是真的我 屏幕不停在闪烁 两种 两种 就像一道道行过 划过 最清楚感知 这世界 存在着 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 谁了解我内心里的轮廓 只有自己能决定 未来如何收获 做我自己就不错 谁知道星光升起和远落 谁听见自己心里的传说 我知道就算失落 我知道就算失落 只要我还是我 是最真实的自我 谁定义我是我 只有我自己能描摩 只有我自己能描摩 原自不平凡的花朵 总会有一天光芒闪烁 我 世界有多么遥阔 谁知道我 谁知道自己心里的传说 谁知道自己心里的传说 只要我还失落 谁听见自己心里的传说 我知道就算失落 只要我还失落 谁听见自己心里的传说 是最真实的自我 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 谁表解我内心里的恩惑 朝着梦想的方向 却不信你退缩 做我自己总不错 谁知道我 谁知道失落 想起和被落 谁听见自己心里的传说 我知道就算失落 只要我还失落 我还失落 撑住最真的自我 总会有时间